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19号星期天的VOA卫视 我是樊东宁 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海峡论坛 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 带您从台湾和菲律宾之间 因为台湾渔民遭到菲律宾海防人员射杀所引爆的危机 来看马英九的外交与两岸政策 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相互交换意见并参与讨论 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时间交给VOA卫视新闻主播孙诚 好的 巴基斯坦资深政治家扎赫拉侯赛因 在卡拉奇遭枪击身亡 警方说扎赫拉星期六在他家的外面 遭遇街头抢劫 头部中了两枪 他在送医途中死亡 扎赫拉的政党 正义运动党的发言人称 他的遇害是一起恐怖主义行为 正义运动党是巴基斯坦板球明星 伊姆拉汉领导的政党 扎赫拉是该党的资深副主席 在上周的议会选举中 正义运动党得票名列第三 中国大陆游客包括参加自由行的人越来越多 台湾有的立委质疑 一些中国大陆游客不受限制的 在一个飞弹基地附近参加飞行伞 训练运动会损害这个基地的防御安全 VOA记者杨晨台北报道 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何欣纯担心 中国大陆游客在新北市飞弹基地附近 参加飞行伞运动可能会导致国防机密泄露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万里的这个飞行场的练习场 它的旁边不到200公尺以内就是我们爱国者飞弹的一个飞弹基地 那国防部告诉我们爱国者飞弹所在的空军基地不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吗 这是一个商业盈利的飞行伞训练营地 记者会上播放的录像显示 从飞行伞上可以看到爱国者飞弹基地 民进党立委邱志伟说 我们质疑国防部飞弹指挥部跟作战事长是 为什么对那么重要的这个防空基地 却没有任何的这个防备之心跟警戒之心 可以任由所有的旅客 所有的游客飞上去 然后做任何程度规模的这个勤收 难道这样子对台湾的这个国家安全 国家的机密不会外泄吗 对爱国者飞弹的这个部署的情况 不会因此泄密吗 如果这情资泄漏出去之后 那我国的北部的防空宛如不设防 台湾国防部非弹指挥部参谋长 游人民上校说 基地严禁拍摄与闯入 我们本部除了告知相关的这个 华阳协会相关单位 这个约犯相关的会员之外 事实上我们本部在这个相关的防护措施上 也做了些许相关的应用作为 比如说我们在营区有设置相关的对空监视上 以监视空中一些飞行伞的一个状况的掌握 如果发现临近我们营区周遭 我们就会通知这个相关的飞行协会 以及这个陷阱来协处 但是立委邱志伟说 国防部的管制太过消极 无法防止国防机密泄露 VOA卫视记者杨晨台北报道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星期天举办了一次民主风筝活动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5月19日制作了大型六四风筝 在信介清水湾交业公园举办放风筝行动 纪念当年八九民运期间 学生追求民主的决心和恪求 延续当年北京学生的心愿 放风筝是民运期间 学生抗议中国当局出动直升机 见识学生集会的方法 24年前的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 最后酿成一场学生镇压的六四事件 在这二十几年甚至是往后更长的时间 我们能够在香港这个自由的地方 坚持有一个公开的集会平反六四 这不但是香港人的骄傲 也是鼓舞整个中国人 尽快平反六四和争取民主 民主风筝行动是支联会 今年纪念六四的其中一个活动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 纪念六四事件是香港民间抗争的标志 来参与的市民都是为了表达 他们对六四事件的关注 勿忘六四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好 谢谢您收听 收看今天的新闻 我们下次再见 马英九连任届满一年 台非外交危机升高 谈判破裂 制裁 军演 华盛顿 北京 谁来解套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5月19号 温英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台湾和菲律宾之间 因为台湾渔民遭到菲律宾海警射杀 而引爆的外交危机 这个时间点刚好发生在台湾总统马英九 连任届满一周年之际 而这场危机现在是越演越烈了 台湾不战对菲律宾祭出了制裁手段 还出动了向美国购买的既得级驱逐舰 到相关的海域来强势护鱼 整个事件不但影响到马英九个人的声望 更考验着整个马政府所采取的外交战略和两岸政策 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美中台问题专家 带您从台飞为机来看马英九的外交和两岸政策 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好的 再请我们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介绍 我们今天在台北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之前 我们先介绍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里 我们为您请到的是我们的西东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杨丽宇博士 杨丽宇博士他不但熟悉这个美中台问题跟两岸关系 也对这个马英九的执政理念有非常深入的一个研究 他最近还著有一本从波论反正到脱胎换骨 马英九的总统之路这样的一本书 杨教授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相互的来交流观点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00801-148-940 好的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 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华盛顿和北京 在这次维基中所扮演的角色 因为台飞之间的外交战现在不占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而且双方还已经将战场给拉到美国来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过去几天来 每天都得在简报会上忙着回应记者的提问 而美国国会议员们也纷纷针对此事公开表态 台湾驻美代表金普聪 星期五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台湾的立场 他形容这是一桩冷血谋杀 菲律宾不但逃避责任还企图影响国际视听 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一听金普聪他的说法 针对于非方的做法 我们在美国一直强力的多方的 与美国的国会友人 还有美国的行政部门智库的学者 做直接的接触沟通提供所有的相关资讯 我们非常直接的表达我们的立场 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菲律宾所谓的 是一种非蓄意造成船员上升的这种说法 以及在这种框架之下所提出的道歉 我们也对沟通的对象提出了 我方的渔船遭受菲律宾扫射的59个弹孔的示意图 以及船只大小的比较 以及各种相关的资讯证据 来直接戳破菲律宾的不实说法 同时我们也特别的强调 菲律宾这样的一个冷血行为 已经是彻底的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暴力来杀害毫无武装手无寸铁的渔民 完全是违反了人道原则 我们也呼吁共同来谴责菲律宾的暴行 听完了金普聪的说法 我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杨立与杨教授 我们看到这个马英九政府说 透过驻美代表处 像美国奥巴马政府跟美国国会来进行游说之外 我们另外还看到 我们可以在网站上面看到 现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民众 是透过这个白宫的这个网站 来呼吁美国主持公道 我刚刚收到最新消息 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 这个白宫的网站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它联署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九万六千多人 我们知道白宫对所有三十天之内 至少十万人的这个请愿连署 它必须做出回应的 那另外我们知道 美国国务院现在说法是什么 它还是呼吁台湾跟菲律宾双方 要自我克制 这双方跟菲律宾都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双方都不可能让步 这个事情只会越来越严重 而且会持久战 会拖下去 双方现在在动用民意 采取新战 但是关键还是美国 因为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力非常大 美国跟菲律宾有军事同盟关系 菲律宾美国跟台湾 虽然没有军事同盟关系 但是美国也有台湾关系法 所以美国是绝对不希望 这个危机扩大 搞成一个僵局 影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所以下面你的第二个问题 什么情况下美国会介入来协助解决 如果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 双方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美国一定会介入 所以我说美国是个关键角色 因为现在双方都不可能让步 只有美国是有压力 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 对台湾的影响 那美国能做什么呢 那就是要主持公道 主持这个坚持双方要冷静 而且可能提出一个方案出来 让双方都能 我是用下台阶 双方都有面子问题 这是国家的面子 不是个人的面子 菲律宾 他说他已经让步了 他说他已经道歉了 但是他不是代表政府道歉 他又特使到了台北 结果不欢而散 所以美国会等到适当的时机 那个时机就是双方会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因为台湾已经把汽车舰 F-60都派起了 最好的军舰都已经派起了 而且还是跟美国买的 对 而且是像美国买的 擦墙走火的可能性 不是没有 但是美国绝对不会 允许擦墙走火 擦墙走火 菲律宾跟台湾有军事冲突 那美国是在一个非常困难 尴尬的角色 非常尴尬的角色 因为它跟菲律宾之间有防律协定 跟互相美非同盟的一个关系 对 美国在菲律宾还有空军基地 还有海军基地 这个非常小可 美国跟菲律宾外就像美国跟日本的关系 所以这个美国在这场台飞危机中的角色 非常令大家受到矚目 那么谈完了华盛顿 我们来谈一下北京这一次的一个立场 我们知道这个菲律宾总统在事发之后 我曾经说他要用一中原则来处理这一次的危机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方面 外交部跟国台办都针对此事来谴责菲律宾了 不过我想请教一下杨立宇教授您的观察 这一次北京的态度 跟立场有没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因为一开始讲得很大声 后来好像就慢慢不再发言了 他这个态度微妙的变化 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杨教授 我想你问到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北京非常会做统战 他不希望伤害台北 他知道台北在一个很困难的地位 所以本来北京的反应很高调 现在反而低调下来 他现在的发言人 国台办的发言人 外交部发言人 还是继续谴责菲律宾 但是他用词比较谨慎 而且顾虑到台湾 马英九的感受 如果北京 唐二皇子公开 高调地来支持台北的话 让马英九来看 因为马英九在两岸政策上 对南海岛域问题上 在东海岛域问题上 是不跟北京合作的 因为你一北京合作的话 那民进党就骂你 轻功卖台了 所以这次在台飞危机当中 你觉得两岸没有联手的可能性 而且没有任何可能性 现在只是台北触动军舰了 北京没有动用任何武力的 所以北京看得很清楚 这个问题 他只能心里 只能在这个表面上支持台湾 同行台湾的被枪杀的渔民 但是你要叫他 唐二皇子出来公开支持台湾 恐怕不太可能 台湾也不会接受联合作战 好的 台湾 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角色 我想从台湾内部的政治 来分析这次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这次台飞这件危机刚好发生在马英九 连任届满一周年 就是执政满五周年之际 那么菲律宾不但嘲覆 马总统的名望低 没有把台湾放在眼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情况 台湾是 马英九当然是希望说 借由这个机会 能够转移焦点 或者说甚至利用这个反飞的名气 把自己的民意支持度 能够扳回一城 不过我们看到马英九 他的民调支持率 好像并没有起色 我们接下来看到 根据台湾世新大学 星期五公布的一个最新民调 我们可以看到 在背后这张图卡上面 世新大学在星期五 做这个最新民调 对马英九执政不满意的 有高达73% 7成3 满意的呢 只有18% 不到两成 那在这个不满意当中呢 还有38.2%的人 是非常不满意的 那我想请教杨教授 这样的一个成绩单 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马英九 他选择强硬对菲律宾 这步棋 他有没有误判情势呢 原因为什么 因为马英九低 经济没有高 台湾经济现在很严重 失业率这么高 国民收入这么低 经济成长率也是偏低 第二 他推动一大的改革 公平正义的改革 遭遇很大的困难 而且是违反台湾的 很多主流民意 所以他的民调偏高 偏低 一直往下滑 主要还是经济 跟这个改革 他的外交 他的亲美 友誼 合中 这个还得了很多肯定 在外交上 在两岸问题上 这个多数台湾民众 还是认为他做得不错的 这个两岸签订了18个协议 ECFA 两岸从三部到三通 这个 现在两岸的交流这么密切 但是马云就也并没有因为三通 因为两岸关系 经贸关系这么密切 而影响到 这个对大陆的政策 他在大陆政策上 他还是很坚定的 他是坚决 拒绝要谈什么和平协议 这些东西 那这一次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把马云就的民调提升 但是我觉得一上来 马政府对于 这个自己的 台湾的实力更高估了 对菲律宾低估了 我想台湾很多人 没有想到菲律宾会这么强硬 你这个 你自喜自比百战百胜 这是孙子兵法讲得非常清楚 你要知道 对方的实力在什么地方 难道台湾没有想到 菲律宾后面有美国吗 对不对 所以本来以为很快就可以解决 特使也到台湾来了 这个特使到台湾来了 而且带了 带了这个菲律宾的 这个政府的专行来了 也表示也要道歉 但是不是代表政府道歉 是代表人民道歉 向这个受伤 伤害的这个渔民的家属道歉 台湾就一口拒绝 所以讲下来了 所以这个特使回去以后 台湾又派了一个17人的 这个司法互助调查团 结果也被菲律宾拒绝了 所以双方都把这个层次越拉越高 越拉越高 所以现在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看不出有任何解套的可能性 这是为什么这个仗打得美国来了 打得这里 华盛顿 我们现在在华盛顿 没错 好的 非常感谢杨丽宇 杨教授的分析 那么我们今天跟台北的联系 已经恢复了 马上就请在台湾的主持人 叶博宇来介绍 我们今天在台北演播室 大家节目的来宾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今天我们在台北请到的是 大家很熟悉的这个蔡伟教授 到节目当中 那么刚刚东宁请教杨丽宇教授的 三个问题呢 我分别也想请蔡伟教授在台北呢 给我们做一个回应 包括是美国的角色与态度 还有大陆的态度 以及刚刚东宁所提到的 马总统的这个民调 还有他的表现 好 谢谢博弈 还有东宁 杨教授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谈到这次台非争议 这个国际舆论媒体的报导 一般认为好像对我们 台湾方面不见得是非常的正面 有这种说法 那我个人觉得当然有牵涉到事实的部分 有牵涉到操作的部分 还有是不是报导 这个有轻重的问题 那里面牵涉到这个 刚才杨教授特别提到 您刚才也问的这个美国的因素 这件事情 那我很简单的讲 我觉得台非之间 双方面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我们有法律的正当性 有道德的制高点 但是把事情处理成今天这个样子 确实不无可以检讨的地方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 中华民国政府在首先讲的就是 我讲的就是道歉 认错 赔偿 还有陈兄 加上这个逾越谈判 这个是非常标准 非常 这个直递有深的这种政策 这是一部分 那你说后来的一些 这个处理的过程之中 我个人觉得台北可能是受到了 民意沸腾 这个媒体啊 善情的这种 这些影响 使得政府在某些处理的细节部分 是有了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 但是你说会不会打起来 台北会不会打起来 我跟杨教授稍微有一点点 不同的看法 我坦白的讲 我觉得不可能打起来 擦枪走火 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 不太可能出现的 那是不是美国 当然我同意 美国对菲律宾 对台湾 都有很强大的制约的这个能力 甚至于包括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他也讲了一些话 刚才东宁也特别提到了 我个人觉得 其实这个事情 应该由台非双方自行来解决 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当然现在 已经局势是僵在那个地方 如果美国 我们现在看到的 美国就是 他抱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希望双方要冷静 要克制 要用外交的方式 甚至于透过司法调查的方式 处理出一个圆满的结果 他不批不移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其实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一些讲法 我觉得他谴责了 这个菲律宾的野蛮的行为 他要求菲律宾道歉 给台湾一个妥事的交代 他也没有跳到台前来说是 他也派出军队 派出军舰 或者是火上加油 讲出一些不必要的 要掉入菲律宾所设定的 所谓的一中的陷阱 我觉得中国大陆这方面表现的也还算是合情合理 但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 虽然双方面是僵在那个地方 但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台北也 这个我们行政院院长 江一华先生也讲了 这个大家要有持久长期抗战的准备 这个将来一定要回到司法外交的途径来求得一个妥善的一个处理 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政府在最先的做法 那其实是质地有深 只是后来由于民怨沸腾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要强调了一下 就是说 大概是我们这几十年累积了很多的挫折和愤怒 那国际上对我们也未必公平 那现在就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菲律宾人杀害了我们的无辜的渔民 但是菲律宾的解释 他说是民间的道歉 因为他坚持所谓的一中原则 那他强调的是 inintendant 非故意杀人 对 非蓄意的 在美国可能 在我们台湾的法律 我们叫做不确定故意的 杀人行为 在美国可能一个是murder 就是谋杀 另外一个是manslaughter 这可能是不同的概念 但是我们台湾在这方面 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 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 这个理性务实外交司法的层面来处理 那政府不应当被民意拖着走 然后就回到你最后一个问题 就提到 马英九总统的这个执政 绩效 或者是民意满 民众的满意度偏低 只有18%的支持率 就像杨教授刚才讲的 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 并没有那么差了 你说外交 你说两岸 算是大家肯定的 你说经济发展 确实是不如大家所期望的 但是跟其他的欧美和这个 这个陷入困境的这个 欧洲 欧洲五国这些比较起来 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糟了 我记得我以前在节目也提过 这个日本未来学大师 大前言一说 你们不喜欢马英九 把它出口给我们好了 当然这个是笑话了 但是我是觉得 整个台湾的社会 现在是民怨沸腾 大家都非常的cynical 然后媒体 成天连篇磊读的 电子媒体和平面媒体 都是在批评 都是在指责 都是只报道负面的消息 这个 一部分我觉得 是马总统 马英九政府 是有值得批评 值得检讨的地方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可能 有些批评 有些指责 也稍微过当了一些 比如说这一次的 这个台飞 渔越 争执的事情 有人把他骂成 这个秦快 有人把他骂成 叶明称 以前还有没有人 把他骂成 这个 崇祖皇帝 大家持平而论 这种批评 是不是到了 有一点 过当的地步 我觉得民众心里面 只有一把尺 当然 马英九政府 还是要加紧脚步 好好的做一些事情 他的改革 在很多地方 有一些瑕疵 让很多的人不满 那比如说证锁税 比如说这个 年金的问题 这个都是 长期累积下来的问题 所以他有 很大的压力 但是你说 短期内 要看到什么曙光 其实也有 他一定的困难度 比如说 你说这个台飞问题 这个显然是要 长期抗战的问题 你说这个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 又不是台湾一个 我靠我们自己 就能够处理的 所以就整个局面 看起来 似乎是 不是那么 让人感觉到乐观 但是我常常也 讲一句话 就是受苦的人 没有悲观的权利 我们大家还是 只有奋勇向全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对我们这个问题 做了很深入的 这个介绍与分析 那么时间应该到了 我们快要接听 听众观众朋友们 电话的时候了 是不是把现场 再交给东宁 好的 这个台湾跟菲律宾之间 这个不断的 升高的这个危机 究竟要怎么解套呢 是华盛顿能够介入 还是北京能够 为马英九撑腰 还是台飞之间 自己可以透过 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 我们今天将从各个 不同的层面 为您做深入的分析 在演播室现场来宾 一位是西东大学 退休荣誉教授 杨丽宇博士 一位是在台北的 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的 蔡伟蔡教授 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来互相的交流 你们的观点 在中国大陆听众观众 请播 00801148940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对不起 刚刚是大陆听众请播 40012055 要在中国大陆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我们现在就马上接听 台湾的听众 先请台北的陈先生 对不起 湖南的张先生 发表您的观点 湖南的张先生 您好 请讲 湖南的张先生 可以听到我们吗 听得到 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 请讲 你好 你好 台北的博弈好 杨立宇教授好 蔡伟教授好 我想对台湾的 这个蔡伟教授 说几句话 这个 湖南张先生 电话好像 断掉了 我们希望张先生 听到的话 再给我们打回来 再以为是陕西的敏先生 陕西的敏先生 您在我们线上了 喂 你好 您好 请讲 这样的 那是中国 累积了一个北京 也非常关心 这个政策问题 要看了一下 刚才 本来不像大家 我看到杨教授 刚才说是 北京 对这四十几个 这四十几个 好像还是有利于台湾 都不认同这个 这法 因为中国 北京一确说是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要认同这个 这法 台湾就是中国台湾 台湾 取得这个事情 取得这个事情以后 台湾就 小马克总统 为台湾人民 证据一些事情 他 菲律宾 以死安全分 去到 对马尔救 来 来 做一些工作 马尔救没有认可 我觉得 如果这个事情 来说 对中国大陆的话 那肯定是认可 这是事实 这不是 所以说这样 小马克总 做得很好 又说是 做得很对 而北京大陆 你做得什么 好的 谢谢陕西的 敏先生 谢谢您 下一位是辽宁的 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请讲 辽宁的王先生 你在我们线上了 你好 首先来说 国际游戏规律 不是价值 是实力与利益 首先来说 菲律宾 菲律宾属于一个失败的国家 台湾都是 菲律宾和台湾 基本上都属于美国 在亚太布局的一个棋子而已 我认为 不会发生太大的问题 首先 菲律宾拖一拖 经过美国的调节 就会过去 当然了 这里一边有我们中国的利益 当然我们中国的 渔政团也好 东海舰队 南海舰队 来的巡逸 首先来说 我们的渔民 大的舰队 在南海打鱼 当然了 一旦发生有事 正好给我们一个借口 对菲律宾 或者越南等一个 强硬的军事回应 当然最大的 大致利益 首先来说 还是美国在亚太的存在 首先来说 美国鼓励 利用菲律宾和台湾 来遏制我们中国 当然台湾在这里 谋取自己的一己知识 一点小力 首先来说 马英九 基本上属于一个台独派 对于杨律宇先生 见过邓小平 至于台北的 台北那位嘉宾 我在台湾公司上 对你印象最深的 就是一个不文明的大陆 台湾会马上 会马上面掉台湾 一个文明 一个文明民主的大陆 台湾 一个文明的大陆 台湾会不复存在 好的 谢谢 辽宁的王先生 我们联系听了三位 大陆的听众 我想听听看台湾 听众你们的想法 台中的林先生 您好 请说 喂 请讲林先生 你好 我是台湾台中 我姓林 因为这一次的那个 菲律宾这个问题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鱼品 全部无武装 而且当然他们在 开机枪的时候 我们鱼船一定会 快速的逃跑 根本就没有撞他们 因此我们外交部 也是无能 我们的司法人员 盗费里面结果 去吃闭门羹 浪费我们的工人 再回来 这是很恶劣的 马上九先生 因为你的意中观念 所谓的意中 我在国外的意中 就是中国大陆 根本你台湾就没有问题 就没有名字 所以这是不对的 谢谢台中的林先生 好的 我们刚听完 海峡南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我们回到华盛顿现场 刚才台中的林先生 他从台湾民众的角度 来批评台湾这一次 处理这个事件的 一个方式 包括外交部 我们看到外交部 跟菲律宾的谈判 好像是被很多人 所批评 那么我们知道 马总统他过去几年来 他持续这个外交的战略 一直都是亲美 有日合中的 很多人也认为 这样的战略 其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但是这一次 我们看到这个危机出来了 要考验马总统 这个外交战略了 却有很多战术上的失误 导致这一次的危机 现在没有办法下台 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我觉得战术上的失误 很明显 但是事情爆发以后 这个政府的评估 的确是有问题 当时刚开始的时候 你看外交部的发言人 这个马总统的发言 都是信心满满 都以为菲律宾会让步 菲律宾会接受我们的 所谓四条件 这四条件 其实在国际社会也很平常 并没有什么特别地方 因为台湾是明显的受害者 而且证据都在那里 但是没想到菲律宾 这个外交部 第一个外交部没有处理好 菲律宾特使来了之后 结果没有谈出什么名堂出来 而且双方的认知有差距 就以道歉这个来讲 我们刚开始提出 所谓四条件 并没有讲 是要向中华民国政府道歉 要代表菲律宾总统 或者菲律宾政府来道歉 但菲律宾就 这次特使来道歉 是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而且是代表菲律宾人民 当初台湾没有说清楚 怎么样的道歉 所以 等于说在谈判的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瑕疵 还有刚才我讲过 一个是高股的自己 低股的对方 所以这个外交部 真的是没有处理好 外交部没有做到很好的评估 而且你这个菲律宾 菲律宾的特使来了之后 你不肯跟他见面 几乎 没有坐下来 先了解一下 究竟他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所以搞到后来不欢而散 菲律宾特使也回国了 而且台湾也把 这个驻菲律宾的代表 找回来了 就陷入僵局了嘛 而且菲律宾的言辞也越来越凶 我们这边的民意高涨 蔡教授讲得很清楚嘛 所以 本来这个名气是可用的 结果没想到 但是你不能用名气 来决定你的外交战略 所以现在 降掉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 台湾到现在不可能让步 话都讲死了 菲律宾也不可能让步了 大陆要帮忙帮盗 所以 我想这个情势是比较 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明显 那问题是 下一步该怎么走 下一步该怎么走 好的 谢谢杨教授的分析 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 刚刚顺着这个杨教授的话题 这一次整个马政府的危机处理 有没有一些 值得我们检讨的地方 但马政府非常的强硬 祭出这个最后通牒 也有11项 总共两波的制裁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图卡上面可以看到了 这个制裁的项目包括了 停止菲律宾外劳赴台湾的工作申请 召回中国 中华民国驻菲律宾的大使 发布菲律宾旅游警示灯号为红色 停止台飞农业业合作 还有停止台飞之间的航权谈判 等等等总共有11项 您认为这些项目 究竟有哪一些是可以 可能会促使菲律宾来做让步的 还有台湾是不是可能 对菲律宾祭出第三波的制裁呢 您的分析 有可能会进一步 但是你说这些东西 有什么太大实质意义 我个人都持相对保留的态度 我接着刚才杨教授的讲法 其实我们最先的做法是没有错的 道歉赔偿 陈兄这个进行逾越谈判 那后来的做法确实是有一些瑕疵 你如果我们大家如果仔细把那个菲律宾特使 他来他没有 我们没有接待他 这个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理亏了 对不对 民众情绪已经这个这个激扬起来了 另外一方面 他也讲说他在台湾受到不当的对待 还有那这个 我们给人家72小时的限制 结果他就故意拖到72小时之后 然后在第二天的凌晨 他还拿了一句good morning 那个菲律宾驻台代表 这些东西就我们的立场来说 当然是非常的挫折 那也处理的不好 但是就这个外交谈判 就是一个折冲的一个过程 他总要来来往往一段过程 那从菲律宾政府的立场来说 我们就像杨教授讲的 我们没有说是他要怎么样个道歉法 后来当然就讲了说是要政府 要他总统对我们的政府道歉 但是就菲律宾的官方立场来说 他就拿出一种政策来做一个抵挡 他说他只能够对台湾的人民 对尼烂的家属 菲律宾的人民对我们道歉 因为他拒绝跟你有这个正式的 官方之间的对话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 我刚前面讲到的就是 他的特使到台湾来 我们居然没有 其实你可以跟他见个面 见了五分钟就请他回去 所以我们谈不出个结果 这个我们至少在理上 我们也站得一点 比较有利的这种基础上了 所以我是觉得 只是后来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之中 是有一些瑕疵 当然我觉得 政府之所以会这个样子 可能也是被骂怕了 被这个民意 被这个舆论拖着往前 所以一步一步是走的越来越远 比如说我们现在派军舰去 当然我觉得我们应该展现实力 展现决心 这个我都同意 但是你事后 我们现在冷静下来就要想想看 在实务上 我们有没有可能 一年365天 我们天天派着我们的军舰 派着我们海巡署的船 天天我们有几百艘 上千艘的船在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 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是全面的护航 护鱼 那甚至于现在台北 有些人讲说对菲律宾宣战 其实我在想说 这些都是 这个非常民粹的主张了 这样子下去 对双方面的关系 只会更进一步的恶化 但是我是觉得 政府现在至少已经呼吁 台湾的媒体也已经有这种声音出来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务实的解决问题 比如说 刚才台北台中这个林先生 就骂政府无能 其实我们的政府也不是像 某些人想象那么样的无能 或者是现在我要强调的 台湾的经济是个浅叠型的经济 我们大家都知道 经不起这个国际政经社会的 这个大幅的动荡 同样的 我们台湾的这个民心 这个人民的情绪 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非常浅叠型的 只要一点点事情发生 只要有人一点火 那就马上就猛烂的爆发起来 在某些程度上 我觉得这个泥兰家属 这个民众的情绪 这个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到最后 我们还是要非常理性 务实的来解决问题 那政府并不是那么样的无能 好的 非常谢谢蔡伟教授的这个评论 刚才会有教授提到 这个目前台湾 已经有一些反飞的情绪 在激化 刚才我们在画面中也看到 台湾民众在抗议的时候 居然烧菲律宾的国旗 这就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我也非常想请台湾的 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 谈谈你们究竟对菲律宾 民众在台湾的一些想法 究竟这个媒体上面的画面 能不能反映真实的声音 我想请台湾的民众 打电话进来谈一谈 台湾的庄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线上了 请说 喂 喂你好 是我吗 是的 请讲 我讲你这次的非警杀 我民渔民事件 我要说 马总统是近20年来 对菲律宾 渔业冲突以来 最强硬的一位 以前的李总统 陈总统 面对这样的作为 都是不作为 媒体也没报多大 然后过7年就没人记得 菲律宾对我们的回应 基本上也是以前例 也就是李总统 陈总统 当然回应 就是赖皮到底 现在马总统 已经采取正面处理 经济制裁 强热护鱼 然后现在民众还骂他 我觉得实在是 非常有失公平 我情统民众骂马的行为 已经是巴腹落乎 的狗食眼那种情况 好的 谢谢庄先生 再来多听几位 台湾民众的 这个真实的声音 台中的姚先生 您好 请讲 大家好 我简单的说几句 第一个 秋吉尔 第二次事实上上的时候 他曾经含着血架 说有这么严重吗 然后第二个 我认为这件事情 会不了了之 第三个 我是说 我要替龙王宫花园 因为海洋支援 全球飞翔 海后需要修正 不该有重叠区 应该扩大公海的范围 谢谢 好的 谢谢台中的姚先生 再接一位台湾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请说 请说刘先生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完全是我们马云九太软弱了 我请问你 你这个移民这个船家是北越的 是日本的 是大陆的 你敢打吗 不敢打吗 你太软弱 你看 他一上台 就把那个东沙南沙太平岛 那个陆战队撤回来 哎呦我们又怕国际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用警察性质的 去守国家的那个主材权 军队代表国家 你不要那海巡署干什么 你那个步枪打什么 你太软弱嘛 对不对 很有意思 我们台湾的听众 有人认为马云九太软弱 有人认为还蛮强硬 再见一位台北谢先生 谢先生您好 请简短发言 谢先生 你说 好谢谢 那个非方的调查局 认为 非方的调查局 认为非方海群署的指法过当 那非方总统府是不是 接受认定这样的结论 以后改为水枪或震爆弹 或者是只发十发 二十发子弹 会有个子弹的上限 台非双方重叠海域 是否可各自争议 共同开发 非方是否有同意 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 谢先生 刚才听了很多 台湾民众的一个新声 等会我们也会 请大陆的民众 还耐心等待 稍后我们也会听听看 中国大陆的民众 对于台湾跟菲律宾 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 大陆又是怎么看的 不过我想先把时间 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博弈来主持 接下来这一轮的讨论 博弈 好的 那么刚刚 杨丽宇教授说 目前来讲 可能是台非双方 都走到了一个僵局的情况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说 当然台湾跟日本的 目前渔业的 渔权协议运作 还算顺畅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其实大家激情过后 还是可以回到 务实面来谈 至少以后 不要再让这个事情来发生 那么想请教两位来宾 先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 您问得非常的好 而且刚才台北 那位谢森业特别提到了 其实马总统他提的 这个东海和平倡议 那也有台湾的学生 主张 这个东海和平倡议的 这种主张 可以也适用于南海地区 当然主权归我 各自争议 共同开发 共享资源 这个我觉得 这个东海和平倡议的 主要精神在这个地方 那很多国家 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包括日本跟俄罗斯 又北方四岛的这个领土争议 但是事实上 他们也在这个事情上 谈出了愉悦之间的一种 可以相互容忍 的这种状况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还将来 还有一些 当然我们可以 不负责任的 有些人 主张更强硬的手段 军舰长期留住 甚至于宣战 这些东西 这个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方 但是我是觉得 在这个 人类的文明发展 是逐步的 往前走的 刚才那个台北先生 就特别提到了 像以后 如果双方面在这个重叠海域 还是 或者是 他们自以为是他们的海域 或者是 有某一方 侵犯了对方的 这个经济海域的时候 那不要用开枪的方式 是用像 现在我们跟 过去跟日本的 之间在钓鱼岛附近 钓鱼海附近 有时候是用 这个灶浪 喷水 这种方式 我记得以前 在这个 很多的社会 他在处理 民众事件的时候 他都不晓得 用这种 比较和缓的方式 来处理 他就动着开枪 后来就知道 有用橡皮子 橡皮子弹 或者是 这个头指 垂垂瓦斯 柱子类的东西 这个其实是 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之中 在这个过程之中 大家可以学会 用更文明 更理性的方式 来处理 彼此之间的争议 不见得是 真的就要动 动刀动枪 自人于死了 那这次 不管菲律宾到底 他有多大的正当性 当然我们认为 他是完全的没有 但是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 他觉得他 我虽然弱 虽然小 但是你侵犯了我的法义 那他用这种方式 他是承认 他有执法过当 在我们台湾的立场 我们连执法这两个字 我们都不承认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法医 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但是你说我们的人 要到菲律宾去 从事这个 刑事调查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 只是 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 我虽然弱 虽然小 虽然穷 虽然落后 虽然他无腐败 也非常的严重 但是我还是一个主权国家 那我们也看了 这个菲律宾 官方给我们的这个信函 他是同意双方面进行 这种司法 互助 那这个我们的调查团 也可以去 但是他并没有邀请说 你隔天就来 这个里面还是有讨论的空间 双方面 我是觉得了 我们发脾气 这个表达愤怒 这个是完完全全 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这个情绪过后 就像刚才博弈也特别强调了 你最后还是要回到 理性的一个层面来处理解决问题 这个民粹 或者这个愤怒 真的是不能解决问题 好的 谢谢蔡伟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请教杨丽宇教授 就是您会不会觉得 就是当大家这个 冷静下来之后呢 其实还是可以有这个谈的空间 或者我们可以把 台湾跟日本 目前的这个渔业协定拿来 希望就是说 菲律宾也可以跟台湾 好好的谈一下 我们至少希望 这个不幸的事件 是最后一次发生了以后 大家都可以 秉持着至少 这个理性的态度 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您觉得还是会有 这样的可能吗 或者是您建议 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这样做吗 至少在现阶段 没有可能 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台湾跟菲律宾的关系 是不完全一样的 但是蔡教授讲得很对啊 应该回归理性 回归务实 要由理性务实来处理这个问题 可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僵局 牵涉到国家的面子问题了 现在讲理性 讲务实 在我看来是空谈 因为现在双方都很情绪化了 我们可以讲得很漂亮 我们应该理性 应该务实 你怎么理性 怎么务实 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 而且更重要的 国家的面子 at stake 所以双方连谈都不能谈现在 现在连杰柱 连这个谈判都已经terminated了 现在双方没有谈判了 所以现在这个仗场 打到华盛顿来吧 双方都在华盛顿做工作 台湾当然动员海外的华侨 发动签名 上白宫网站签名 听说你也签名了 我也签了 我想现在大概已经超过十万了 那我爸爸总统一定要回应 所以我看最后要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缓和这个问题 恐怕还是要靠美国 双方现在他们整个宗旨 我看不出有任何迹象 双方愿意理性 愿意务实来面对 如果你有这样的构想 那第一个你双方就先坐下来谈 现在是一个僵局 所以我是认为 双方都应该务实面对 现在这个僵局 然后看寻找解决的办法 这个事情不可能很快解决的 这基本上是一个拖的局面 现在就看下一步 看Uncle Sam怎么出牌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多宁 台北之间的僵局 究竟要怎么来化解 我们请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给我们想想办法吧 刚才听了很多台湾的听众 我们来听听 中国大陆听众的一个意见 福建的庄先生您好 请讲 最近之前一开始 所有中国人的言论 就偏向一边 特别是中共 在没有调查之前 就开始谴责菲律宾 但是都是中国人 当然说中国人的话 重感情并不坏 但不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 我认为台湾应该跟菲律宾 自己处理好 台湾难道不应该混尸一下 没有跟中共交往的时候 为什么能够跟全世界各族人民和平相处 民主互相 在台湾伟大的国民党统治下 没有被人欺负 没有被人看不起 而且是亚洲的四小龙 为什么今天是这样 难道不应该混尸一下吗 好的 谢谢福建的庄先生 再接台湾的听众 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 你在我们线上了 请说 菲律宾跟索马利亚都是一样 都是官兵变强盗的海盗国家 南路打劫 掳船 热水赎金 乱枪扫射 谋财害命 是野蛮的国家 所以国际间要共同制裁 成立反海办护航机制 台湾的鱼船被菲律宾欺负了太多年了 台湾的民间只是会花钱消灾 孤寂养兼兼 把菲律宾的胃口越养越大 现在中华民国政府都强异起来了 要菲律宾给个交代 但是菲律宾皮得很 狡猾得很 利用美国掩护 好的 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 黄先生的心情还是非常的激动跟愤怒 好的 我们再来听听看 我们最近有一些听众打进来 湖南的朱小姐您好 您在我们线上了 请说 朱小姐 你好 我昨天看世界亚洲电台 听陈小龙先生讲的一个事情 说这次被枪杀的台湾渔船 当时挂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我一来是想真实这一点 但我想问一下 当时菲律宾到底是打的是台湾渔船 还是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渔船 我希望黄英九先生 一定把这个事情好好处理好 让大家看看 到底是人们的政府 它是真正爱人民的政府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这个朱小姐打电话反应的情况 不过我就我的了解 广大信号上面是 的确是印的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国企的 因为它是中华民国级的台湾级的渔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讯息 但是渔船没有一定要挂国旗 只有军舰代表国家 飞机这次它没有旗帜 但是渔船我不知道 我怀疑它是不是有挂国旗 这个我们可以再来 就是把事实来做一个调查跟澄清一下 不过朱小姐的问题让我想到 其实这一次刚开始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 大家很快地联想到是之前 其实中国的军舰也有对菲律宾的渔船 做一些攻击的行动 那么等于是这一次菲律宾去攻击 台湾的渔船很难不能让人想象说 其实在这块南海 这个有争议的海域当中 其实中国跟菲律宾有争议 台湾跟菲律宾有争议 那么中国跟台湾之间 刚刚我知道梁教授说说 你说没有联手的可能 不过在民间或者是在这个渔船的部分 是不是有没有一些 就是互相在这边的默契 或是说可以比较保护两岸 未来在这个地方的一些权益 不晓得你有沒有看到这样的可能 其实梁教授 很难很难 因为现在两岸之间 有很多敏感地来 联手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你说 从理想面角度来看 双方的联手当然很好 菲律宾是怕大陆 不会怕你台湾的 菲律宾是怕美国 所以你现在大陆介入 在我看是帮道吗 所以现在真的是一个僵局 而且双方要有耐心 双方要打持久战的耐心 不可能很快解决 太复杂了 越搞越复杂 那么刚刚杨教授一直谈到 这个美国可能可以扮演的角色 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赛教授 你们认为北京接下来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或采取一些谈话或发言的作为 来也介入一些扮演他们的角色 我想应该是不会 而且也不要这样子 我蛮同意杨教授的讲法 他如果介入 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主张 最好由我们台湾和菲律宾 自行来 双方面都情绪冷静下来之后 我们自行来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虽然大家都知道 双方面的后面各有一只大老虎 但是有些事情可以说不可以做 有些事情可以做不可以说 那既然我们马总统已经讲了 他当然指的是钓鱼台这件事情 就是台湾绝对不和中国大陆 有任何的合作 这是我们政府的既定政策 那就不合作 但是不合作之余 是不是其中有 这个合作讲的是corporation 那不合作之外 是不是有一些coordination 或者是有一些understanding 那这个就让大家外界去想象 反正政府的立场是 没有合作的可能 好的我们今天参与的观众 观众非常多不好意思 我想很快再接几通电话 来听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声音 也请大家尽量的稍微简短一些发言 北京的王先生您好 请简短发言 我觉得台湾特别解决不了问题 在北京帮着干嘛 去年我还早知道 起个小小百分之后 为什么弄闷了 台湾的食欲性 根本感觉不上疼 行不不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 我们听明白您意思了 台北的黄先生 下一位请讲 黄先生 抓紧时间开始 我们就发现 菲律宾好像是有事无控 那台湾这一方面呢 好像爱手爱小 心有挂爱 为什么求救的时候 第一时间不出去 三个小时之后 人被打死了 还在那里推推拉拉拉的 这个偷偷拉拉 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 最后一位湖南的张先生 张先生请说 你好 听得到吗 听得到 请抓紧时间 你好 我想两个看法 一个呢 我认为啊 这个蔡普教授啊 这次这个台飞的这个危机啊 如果处理的不好 会不会台湾会出现倒马风潮 第二个呢 如果在美国在这里面 拉天价的话 拉得不好的话 也会支持其果 第三呢 就是 今年习近平到了俄罗斯 这个总理呢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就没办法让您说 不过前面两个问题呢 也适合做我们的总结 现在最后大约一分钟了 人家收收30秒 因为这个危机会升高 还是说有可能 慢慢的减缓下来 我想这个 大概也不至于升高 基本上 双方都在拖下去 等待变化 等待美国出手 美国 不会允许这个菲律宾跟台湾 发生军事冲突 如果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布局 整个打乱了 好的 谢谢 美国需要跟菲律宾合作 美国也支持台湾 因为有台湾关系 等等等等 所以我看 这个双方都要有心理准备 好的 要拖下去 谢谢杨教授 蔡伟教授 最后很快一两句话 回答最后一个听众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演变成倒马风潮 如果问题不解决的话 蔡教授您的分析 这种可能性 不是yes and no 可以回答的 但是应该不至于 恶化到那种地步 我是觉得 台湾现在已经 出现了一些 理性的声音 呼吁 在媒体上 呼吁大家要 这个理性沉着 要这个长期抗战 要面对 这个客观的现实 主张大家不要再 继续的散情 不要继续的 撒狗血 不要继续的情绪化 我觉得 我基本上 我都可以同意 大家的情绪 我也知道 这个怎么讲 弱后就要挨打 那这个一切都是实力 那台湾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有道德的正常性 和这个法律上的 这个合理性 所以我是觉得 还是要相信政府 让政府来 依照这个外交 依照这个司法的程序 把这个事情妥善处理 然后最后争取到 我们的虞权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热烈的讨论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热情的参与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海峡论谈的讨论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感谢美国西东大学 荣誉推休教授杨丽宇博士 还有台湾文化大学的 蔡伟教授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当然也感谢 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上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